都是在陪伴了台湾发展二三十年的一些重要的拍摄的工具 那么这些器材呢也拍摄了大量的家庭电影 但是呢由于时代变化的非常的快 这种媒体的科技也发展得非常的迅速 所以到今天你看看从8厘米的电影到VHS BETA的家庭录影带 到后来被DVD了被数位的摄影机了 乃至于到今天的每个人手上都拿了手机所取代了 那么所以在607080年代台湾这些 拍摄的这些家庭电影和录影带 一方面已经没有器材可以放映了 二方面呢因为台湾比较潮湿 所以很多影片都开始发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纷纷的就把这些家庭电影就丢掉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因此呢这个南一大呢 我们是印象记录影像维护研究所 我们其实呢就是要培养学生去拍电影 同时呢也培养学生去修复电影 所以呢从1997年开始我们学校成立到今天呢 其实我们跟这个西拉雅这边的文化呢 有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 我们拍摄了大量的西拉雅的业绩 从东山的集备耍到大内的投射 这是我们拍了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的我们把我们的专业呢 也跟社会做个结合也提供了我们的服务 在一年多以前呢段老师委托我 说他们发现了有一批很珍贵的 这个8厘米的这些胶卷的影片 那因为不知道里头内容是什么 所以经过了我们南一大的修复 我们发现了非常珍贵的笑海记 所以我们大家都喜出望外 那段老师第一次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 感动的都落泪 因为我们已经慢慢遗失了这些很珍贵的影像 换言之一些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记忆也逐渐的模糊了 直到今天我们能够把过去的一些影像资料 再收集起来再修复好 让大家重温重新看到当年的情景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利益的 所以今天我个人看到我亲手修复的这个影片 在这里放映呢内心实在是非常的激动 同时呢我也借这个机会再呼吁大家 如果各位的家里头还有一些录影带 包括VHS 来自于更早的有8厘米的胶片 千万不要丢掉 如果你没办法看 或者里头已经发霉了 或者已经有回损了 一定来找南一大 南一大印象记录研究所 永远是你们的朋友 做你们的后盾 保存大家很珍贵的家庭电影 历史影像 好谢谢 预祝我们的晚会 有救星有救星 谢谢大家 好谢谢我们的教授 然后现在我们就利用一点时间 然后来看看我们的修复完的影片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影片非常非常的珍贵 好是不是也请我们段老师来顺便跟我们做一个讲解好不好 好我们看到这个影片 是我的表哥朱洪池在民国69年的时候所拍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影像在早期8厘米拍的时候 他当然是没有声音的 那我表哥也很有概念 他就借了梯子 然后呢在高高梯子拍下来 那这个祭典是我们明天 下午要进行的校海 浩海 那可以看见 如果说在场有我们自己的主人的话 你可以看见 是不是跟现在我们的牵局有很大的不同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我们集被耍人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看到的跟现在的牵局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 来祭仔来你有看见什么不同 他好像是比较多人他有两尾嘛 我们现在只有一尾嘛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集被耍参加过牵局的人 或是有看过人 你可以看到齁 在69年的时候牵局 有那么多的孩子可以一起 尤其是女生而已喔 没有男生喔 我们基本上都以女生为主啦 那这几年学生越来越少 所以会有男生 那你可以看到都是女生 而且呢是可以有两大圈 那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牵局是整个圆圈 牵手起来是一个圆圈 但是在6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牵局的形式 就是更接近于现在其他的原住民族 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是半圈的 是半圈的 不是一整个圈的 而且你也看到当时的这些小孩子 有一些可能在现场 都已经变成了妈妈生了孩子了 这个影像非常的尖贵齁 而且还可以看到 在整个那个文化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面 你看见这些小孩子的穿着 还有带的花环 尤其是花环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会用后线带的方式去诠释说 这个花环里面有银仔灰啦 银仔灰啦 然后有这一个檳榔花啦 有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代表什么意义 可是我们如果说看这个影带 69年的时候 可以看到的上面的那个花环 其实是很简单的 是跟这边上面就插着银仔灰而已 没有其他像现在有银仔灰那么大朵的 而且上面 我们再用紫序定格去看 其实上面放的 还有的是什么 清香 清香 就是我们讲的齁 民间那银仔灰不是现在那银仔灰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种影像是非常珍贵的啦 所以说呢 就刚才我们警察署所讲的 其实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这样子的 家庭的录影带 你随时拍下来的 你把它留下来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 它都会变成我们地方上很珍贵的文化的资产 那这边也可以看到当年 我们的 这一个已经在2001年故事的这一个 昂仪 我们的影部就是这一个 里人记 它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 还可以看到 你看 当年在千许的时候 女孩子就穿着白衣 就是学生裙 然后呢 脖子上面 细的什么 红色的领带 领结 那那个呢 我们去问老人家说 这样红色的领带是什么意义 不要误解 它不是红卫兵 它是当初有一年 大家在跳舞的时候说 只有花缓 那脖子上面好像没什么东西 比较 比较空虚一点 于是说 不然 跟一个红红会比较漂亮 于是呢 大家就决定了 用那个红色的丝带 细在脖子上面 所以 这个是 我们如果说 从历史的影像里面 去重新去看待这样的文化 其实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文化它会未成不变的 文化会觉得 时代里面 它会有一些 事实性它会有些改变 但是 它的基本的精神都还在的话 这些些微的改变的话 其实是不会去伤害到这个文化的 那我们很高兴就是说 级别耍德这样子的一个 细典文化 它能够你看 69年前 这样兴盛 到了当代 它还是保存这么样 源自为因为的东西 这个都是祖先 留给我们很重的资产 我常跟我们孩子讲 祖先在 100年前 200年前 300年前 他们的环境这么样的困苦 面对这样的环境 是